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七十四卷 善才童子参访 兰匹尼园的 妙德神 兰匹尼园就是佛陀的出生地 善才童子在兰匹尼林当中 寻找妙德神 他看到妙德神 被二十亿纳由他诸天恭敬围绕 妙德神为一切的大众来说 他为什么会在兰匹尼林当中 长期的助手 佛陀出生的时候 摩耶夫人 他是在兰匹尼林里面生下了佛陀 而且佛陀出生的时候 非常特别 他一出生就可以走路 向东西南北各走七步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讲着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三界皆苦无当安之 那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大部分的人听到这一段 就觉得他是神话 在二十年前 这日本人他做了很多的研究跟考古 他发现啊 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佛陀这个人 这佛陀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神话的人格神格 直到南匹尼林这个遗址被发掘出来之后 才推翻了日本人说没有佛陀的这件事情 所以佛经呢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 我们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选择我们看得懂的层次 我们会认为佛陀要跟我们一样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认为 所以佛陀呢 他要来度化人类的时候 他就要视线跟人类一样 有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生 乃至于出生之后 他也要跟一般的孩子一样 接受教育成长 经历了生老病死 所以这是佛陀呢 来度化人类的方便 可是佛陀他真正是长什么样子 或者是他是在哪里出生 我们知道呢 在净土经里面讲 花开见佛物无生 我们要去阿弥陀佛的世界 要去净土的世界 他是不生不灭 那这到底是什么 所以当他超过我们原来的观念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那个是一种神变 或者是一种虚幻不实的 形容词 所以我们如果呢 能够用一个比较开放的心 来看这一卷 你就不会觉得 这佛陀啊 他根本就不是人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一段 善才童子 他见到了妙德神 他问 大圣 我已先发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但是我不知道菩萨要怎么样修行 可以生如来家 生如来家 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啊 在华严经一开始 他怎么样去定义我们出生 就是在十住品的一开始 就是我们要住在哪里 当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 我们的菩提心就像一个新生的baby 我们就会生在如来之家 所以在十住品 我们就要搬家 搬到佛陀如来之家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他没有办法理解 这种什么叫做生如来之家 因此佛陀他就要视线 让我们知道 他同样是在生 可是他如何生 才能够清静的受身 所以菩萨有十种受身脏 这个受身呢 就是我今天呢 来接受生命的开始 我来投生 投生有四种形态 在这里有胎生 卵生 狮生 化生 我们人类是胎生 鸟类这些动物 有的是卵生 就是在潮湿的环境 有所谓的狮生 那至于呢 到化生 这个鬼是化生 但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是化生 所以这个变化而生 突然而生 天人也有化生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受身的方式 佛陀因为要度化人类 所以呢 他借由人的受身来谈 什么叫做真正的身 所以菩萨有十种受身脏 若菩萨成就 这十种受身脏 就叫做生在如来之家 所以这个如来之家呢 到底有哪一些 受身脏呢 有十个 第一 愿常供养一切诸佛 第二 发菩提心 第三 观诸法门 请修行 第四 以身尽心 普照三世 第五 平等光明 第六 生如来家 第七 佛力光明 第八 观普至门 第九 普现庄严 第十 如如来地 受身脏 那接下来 他就一一的来解释 什么叫做 愿常供养一切佛 受身脏 那顾名思义 菩萨刚刚开始发心 我们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所以我们希望呢 能够见到一切的善知识 善知识里面呢 最圆满的叫做佛 佛是我们的善知识 他视线 自觉觉他绝满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希望呢 能够供养佛 那目标是希望能够成佛 学习佛的身口意 所以这个是菩萨为一切智 一开始呢 就要发心 我要常常见到一切的佛 所以这是第一个受身脏 那第二个叫做 发菩提心受身脏 菩萨见了佛 要学习成佛之道 就要先从发菩提心开始 发了菩提心 要起大悲心 起供养佛之心 起一切智之心 乃至于一切的 所有的无数菩提心的功德 我们都要来修持 这是第二个 菩萨发菩提心的受身脏 第三 观诸法门 请修行受身脏 菩萨要能够观察一切的法 而且了解了一切的法门的修行之后呢 要精进的练习 请加修行 这是第三个受身脏 第四 以身静心 普照三世受身脏 我们有了用功的心 但是出发心容易 长远心不容易 因此我们要发一个又深的 又清静的心 这个清静心要能够维持 维持到自己的心很坚定 所以菩萨具有清静的真上心 就是我很肯定 很确定自己这条路 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条路 那么这一切的障碍 就不再是障碍 我们有了这种深静心 你就可以普照三世 而能够念念都出身 一个正念 第五呢 叫平等光明受身脏 我们要具足一切的修行 普度众生 所有的执着都要舍弃 那这就是第五个受身脏 第六 生如来家受身脏 随着佛所住处 我们要成就一切佛 所教导我们的法门 那这个就是第六个受身脏 第七 佛力光明受身脏 菩萨深入佛力 能够呢 学习佛陀的智慧 产生大功德 大力量 来普照一切众生 这是第七个受身脏 第八 观普至门受身脏 那菩萨呢 住在同真位 能够观一切智 一一智门 敬无量节 开眼一切菩萨所行 这是第八受身脏 第九 普现庄严 菩萨能够种种的庄严 无量佛刹 如是所作 不失其时 常常在三昧的境界当中 这是第九个受身脏 最后 入如来地受身脏 随着三世诸佛的教导 灌顶 我们知道 所有的法门 所有佛陀怎么成佛 所有境界的次地 因此就可以随着 自己的因缘 而次地的 渐渐成佛 入如来地 所以这是第十个受身脏 菩萨摩赫萨 与此实法 修习增长 圆满成就 就能够呢 在所有的 这个法门当中 所有的国土当中呢 就可以圆满 所以一步一步的来成佛 那这个就像是 我们在石柱品的时候呢 讲到 我们的菩提心 就像一个出生的baby 这个出生的婴儿 慢慢的要呵护他 去长养他 去栽培他 那有了这个十种方法呢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宝宝 佛的弟子 佛的孩子 所以菩萨 俱此实法 生如来家 为一切世间 清净光明 这妙德神 讲完了这十个法门 他说 善男子 我从无量节来 得到的 这一个法门 叫做 自在受身 解脱门 我不但能够 能够成长成为健康的一个 如来之子 而且我还可以呢 随着自己想要去哪里投生 就去哪里投生 所以我们常常会问大家 如果有来生 你想要做什么 你想要到哪里 那我们一般呢 都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 等到呢 要往生的时候 这个地方不能呆了 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你才会很着急的在想 那我要去哪里 那因为我们常常会 随着自己的习惯 我已经习惯住在台湾 我就觉得 我下辈子还要在台湾 我习惯住在嘉义 我就要住在嘉义 我习惯是台北人 我就是台北人 在同一个环境 呆久了 我们就会觉得 自己好像 就是那个根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随着自己的成长 乃至于出生的这个地方呢 会产生一种感情 慢慢的呢 就感觉好像 非要在这里生不可 所以这个呢 就变成一种不自在 因为除此之外 其他地方都不是我家 都不是我的出生的家乡 当我离开了这种执着之后 每一个地方 都会是我可以受生之处 那这时候 你就要自在的随缘 来看到自己要怎么去出生 怎么样去演绎你自己的一生 又一生 所以这是妙德神 他有这个法门 叫做自在受生解脱门 我们常讲 生死世大 无偿迅速 佛法常常在讲生死之法 佛法讲的生死之法 一般人很容易就联想到死亡 所以感觉呢 每次讲到佛陀的教法 就是想到两个字 叫做无偿 然后我们就会很感叹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那我们就因为年纪大了 所以渐渐的就要思考 这个死亡的事情 所以就感觉 自己就会有一种害怕 或者是一种逼迫感 但是呢 我们其实忽略了 真正的佛法呢 其实他在讲的是 如何自在的 随着生跟死当中呢 你能够看清楚事实的真相 所以我们很多祖师大德 他都是解脱自在 生死自在 甚至于做托立王 他要去哪里 他是可以随便 随他的意 随他的因缘 那我们要学的呢 应该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 随着什么样子的因缘 去受生 所以呢 这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蓝品尼林的这个妙德神 他就是随着自己的愿力 自己的希望来受生 善才童子就问啊 圣者只解脱门 境界云合 那这个妙德神就说 善男子 我告诉你 你要自在的受生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叫做先发愿 他发愿什么 他发了一个很奇怪的愿 他发愿啊 就跟那个谢明治医师一样 他要接身所有的佛陀 我先发愿 愿一切菩萨 是受生时接得清净 我发愿要当佛陀出生的第一瞬间 能够亲近他 供养他的那一个人 不管那个是什么角色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他长期蹲点 都蹲在蓝品尼园 因为他的愿力 所以让他呢 随着佛陀要在哪里出生的时候 他就先行在那个地方啊 占地为王 所以他是蓝品尼林的神 那这一片树林都我的 佛陀呢 他一定啊 就会来这个地方受生 我们看到了经典当中讲啊 这是当时的习俗就是 要生孩子的时候呢 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所以摩耶夫人呢 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生产的路上 经过了这个蓝品尼园 当时呢 他就被这个蓝品尼林的 这种相貌里面的花木浮书 有了种种的吸引 他就不自觉的呢 就走进这个蓝品尼林 然后不自觉的呢 就在这个无忧树上 不自觉的呢 就在这个无忧树上呢 攀的树枝 佛陀就在那一个瞬间 就出生了 我们现在呢 终于知道了 原来这就是蓝品尼林神的愿力 因为他发愿 菩萨视线受生的时候 我要第一个能够见到他 我要第一个来供养他 所以以惜愿力 生此世界 严福提中蓝品尼远 专念菩萨何时下身 所以他作为这个蓝品尼园的神呢 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 一直在想 菩萨什么时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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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于百年 终于 世尊真的就从 都帅陀天 来到了 人间了 因为他所管辖的 这个灵啊 出现了十种瑞相 第一个 此园林中 地乎平坦 所以变得很平 都不需要整地 第二 金刚为地 重宝庄严 没有这些杂树 也没有这些坑坎 没有荆棘 第三呢 这宝树 非常整齐的排列 接下来呢 园中所有的树 都会自然开花 迟早当中的 花也会开花 然后再来呢 说国世界的所有天龙八部 通通都来集合 准备要来供养佛 再来 所有的天女 乃至于一切的 知道的菩萨呢 都能够 来到这个地方 等着佛陀出身 最后 十方一切诸佛 放光 普照此灵 这是 这一个 圆灵里面的 十种瑞相 这个瑞相 一出生啊 一出现 我就知道 佛陀要来了 所以此相现实 诸天王等 吉 知 当有菩萨下身 我见此瑞 欢喜无量 哇 非常骄傲哦 佛陀要来我这里 你看 这里是最吉祥的地方 摩耶夫人 就离开了 夹皮罗城 入此灵时 附现十种光明 瑞相 令诸众生 得法光明 就是 摩耶夫人 进到这个 圆的时候呢 就有这十种光明的瑞相 摩耶夫人 在碧落 叉树下 这个就是无忧树 她坐在下面的时候呢 菩萨要出生 就有了十种神变 那十种神变 第一个 所有的天人 通通要来供养 那摩耶夫人的毛孔 就放光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无所障碍 大家都 沾到这个光明呢 都能够除灭烦恼 这是第一个神变 第二个呢 摩耶夫人的肚子 出现了三千大千世界的形象 这是菩萨要出生的第二个神变 第三 摩耶夫人的毛孔 可以展现 掩饰 如来往昔修行 菩萨道的时候 是怎么样修行的 再来 摩耶夫人的毛孔 还可以现到 菩萨不只是在过去 修菩萨行 他在各个地方 修菩萨行的时候呢 这个摩耶夫人呢 他都是佛陀的母亲 如是一切 与毛孔中 民不接线 这是菩萨 将诞生时的 第四个神变 再来 摩耶夫人的毛孔 掩饰 如来 如何来修菩萨行 第六 毛孔又现 过去佛陀 如何修苦行 那接着呢 有种种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呢 菩萨就出生的 菩萨从哪里出生 从妈妈的右斜降生 那有的人呢 看到这里就说 哎呀 这太不合理了 一般我们都是 从产道出生啊 要不然呢 就是剖腹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 从右斜呢 那因为菩萨呢 他是视线受身 所以呢 他要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 比较清净的地方 那因为一般呢 我们说 从母亲的产道 都是比较不清净的 一个环境 所以呢 在经典当中呢 讲 菩萨是从母的右斜而生 那这个地方呢 佛陀 他是视线 清净受身 身相光明 亦附如是 是视线一个清净 那菩萨 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 他已经 他虽然是出生 是婴儿 我们一般知道呢 这个婴儿呢 出生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搞 搞不清楚 他的眼神呢 也许有的啊 就是还不了解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呢 我们的菩萨 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 非常的清楚 知道 西已了达 一切诸法 如梦 如幻 如影 如相 无来 无去 不生 不灭 光是他出生 他会讲话 这件事情 就已经是 神变之相了 更何况 如果有一个小孩 他一出生呢 他是告诉你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你可恐怕会下晕 所以呢 西已了达一切诸法 他已经明白了 所以表示 他的智慧 没有因为他的出生 他是小孩子的形象 而减损 所以他是正念受生 所以这个 妙德神 他说 当我看到佛陀 这样视现出生的时候呢 同时他也看到 三千大千世界的 所有的佛 也有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呢 我就发起一个 很欢喜的心 来发愿 所有的佛出生 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到了现场 上台童子就问说 为什么您会知道 要发这种愿呢 你得到这个解脱法门 是什么因缘呢 那他就来讲到 过去的因缘了 他说在过去 有一个世界 叫做普宝世界 当时的节 叫做月乐节 那第一尊佛 叫做自在功德传佛 这个世界里面呢 有一个王 叫做宝燕眼王 这王的夫人 叫做喜光夫人 这喜光夫人 跟现在这个摩耶夫人一样 她是刚刚讲的 这个自在功德传佛的母亲 那她是佛母 这喜光夫人 要生下菩萨的时候呢 她来到了金华园 这园中有一棵树 叫做一切石树 她就在这一棵树下呢 攀比树枝而生菩萨 这时候呢 就跟我们的佛陀一样 天王众都拿香水 来洗浴佛陀 就是九龙沐浴 来自于天人 用香汤来供养 洗浴佛陀 当时呢 有一个乳母 叫做静光乳母 她就在旁边 那大家呢 把佛陀洗好了之后啊 就把这个佛陀呢 交给了这个儒母 儒母接了这个小孩的之后 就很欢喜 在当下就证得菩萨的 菩衍三昧 然后就得到了这个自在的解脱门 她得到了这解脱之后呢 她就看到了这个孩子 她是一尊佛 而且呢 这佛啊 是乘着本愿力 来受生 来投胎的 当时她的欢喜呢 就种下了一个得度的因缘 她发了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她说呢 善男子 比儒母者 其义人乎 我就是那个儒母 那就是因为呢 当时的那个因缘啊 我发现 哇 能够身为 佛陀的儒母 真的实在是 余有荣焉啊 从此之后呢 我念念都能够见到 毗卢真那佛 他在哪个地方 示现菩萨寿生海 那菩萨的寿生 他是有任务的 他来到这个世界 是为了要安天下 苍生之苦 所以这是佛陀的愿力 我希望呢 能够在第一个时间呢 就能够接到佛陀的愿力 所以我希望呢 能够跟佛陀同时出生 佛陀出生到哪里 我就要在哪里 来护持他 来供养他 所以我要跟佛陀同一个时代 这是我的法门 叫做于无量节 遍一切处 示现 受生自在解脱 所以他要自在呢 他是希望能够 能够怎样 能够不要错过 任何一场佛陀出生的 殊胜的佛事 所以他等于是发愿 要参加所有的愈佛节 就是佛诞日的意思 所以这是南匹尼林的 妙德神 他的法门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迎接一个新的生命 来到这个世间 它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 我们来投胎的时候呢 也许也是怀着这种期待的心 希望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发心 我们的出生 而带来吉祥 带来光明 所以我们要跟佛陀 发一样的愿 来到这个世间 生出来的这一瞬间呢 不要哭泣 也不要感叹 也不要懊恼 我怎么又来轮回 我们应该呢 变成像佛陀这样 我来了 因为我的到来 我可以呢 普度一切众生 因为我的到来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那这样子 我们就会学到 菩萨的寿生法门 今天的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就会认识 我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我来到的 我来到这个世界